这是我见过钓鱼人最惬意的生活 不仅能在船上喝起热腾腾的咖啡 而且还能享受钓鱼乐趣的同事躲避日晒雨 钓上来的都是半斤八两的沼泽蓝虾 饿了就直接在船上将沼泽蓝虾煮来吃 这种钓鱼也吹露银为一体的生活 这可能是每个钓鱼人最向往的生活吧 男人为了钓到世界上最大的淡水下 开船来到了河边的沼泽地 船只直接闯进了河边的草丛中 停好船之后就要准备钓鱼的诱饵 这些小虾米就是钓取河中沼泽蓝虾最好的鱼饵 准备好短小金干的钓钩 串上诱饵就可以直接开钓 而且一下就准备了四根钓钩 库里拉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钓鱼发烧友 每次出去钓鱼都能满载而归 这种用来钓沼泽蓝虾的钓杆也是他亲自设计出来的 摆好四根钓钩后就要等待河中的沼泽蓝虾自动上钩 等待鱼或上钩之时还能喝上一杯浓黑的咖啡来提提神 鱼竿微微地拨动预示着下方有鱼咬钩 等待时机成熟后 库里拉便直接将鱼竿提起 同时将鱼竿上的鱼绳收回 抽上来时发现是一只还未成年的小虾米 这种小虾米根本不能入库里拉的法眼 直接把它返回到河中 钩上鱼又继续等待鱼而自动上钩 在同一个鱼竿上竟然再次有鱼咬钩 库里拉不慌不忙地将鱼竿收回 鱼竿立马被拉成弧形 右手提着鱼竿 左手快速地收回鱼绳 拖上来发现是一条鲶鱼 怪不得力气那么大 库里拉直接把它放回到河中 在勾取诱饵的时候 另一个鱼竿又有鱼上钩了 库里拉只好放下鱼竿将上钩的鱼货收回 可见这条上钩的鱼货力气也不小 拖着鱼竿左右摇晃 拖上来后发现是一条沼泽蓝虾 这种沼泽蓝虾才是库里拉最向往的鱼竿 库里拉二话不说直接上手将虾货抓住 看到细长的虾前 库里拉脸上也露出喜悦的表情 从虾身可以目测这只沼泽蓝虾应该有半斤八两 而这里的沼泽蓝虾一斤就有500克 收获到的沼泽蓝虾直接放到船边的网兜里 一旦鱼竿末端有微微的波动 就预示着下方有鱼在咬沟 提起鱼竿的时候必须温柔对待 毕竟虾货咬沟并不太牢固 缓慢地将鱼绳收回 收鱼绳的过程中只能用手动操作 库里拉设置出来的鱼竿少了一点自动化 将虾货拖出水面后就立马把它抓住 又是一只沼泽蓝虾 比起刚才钓上来的那一只小了一点 从库里拉的表情就能看出 它对沼泽蓝虾的身体已经缠出了响 在船只的另一侧 鱼竿又有鱼上钩了 对鱼竿拖拽的力度也是非常的大 库里拉缓慢地进行抽干 防止上钩的虾货跑了 不甘愿被拖上水面的沼泽蓝虾 只能试图地再次沉入水底 奈何力量悬殊 只能乖乖地被拖出水面 被库里拉一手抓住虾身 此时想逃脱已经有心无力 上货的速度接连不断 手上抓着虾货时右手还要提起鱼竿 库里拉不得不放下手中的虾货将鱼绳收回 收上来又是一只沼泽蓝虾 这种沼泽蓝虾又称为淡水长臂大虾或者罗士虾 一下子收获两只超大的沼泽蓝虾 也让库里拉不得不进行摆拍炫耀 把它放入网兜内继续开掉 前方放了四根鱼竿 而后方又放了一根 五根鱼竿为库里拉提高了上货的速度 收鱼绳的过程中也要来回进行抽杆 只有这样才会不断地激起虾货进行抢钩 来回的抽杆是钓鱼人钓鱼的最大乐趣 经过人与虾之间不断地来回拉扯 虾货终于败下阵来浮出水面 浮出水面的虾货被库里拉一手抓住了虾身 这边刚收上鱼货 那边又有鱼上钩 连续的上货让库里拉猝不及防 收上来的虾货只有几两 而库里拉只好把它放回到河中 只有这种半斤八两的沼泽蓝虾才符合库里拉的胃口 有了收获 库里拉心情宁静等待鱼儿自动上钩 等待虾货咬钩成熟时 库里拉才开始不慌不忙地将鱼竿收回 被拖出水面的虾货立马重新沉入水底 奈何力量悬殊直接被库里拉拖上了船 凡是超过一两的虾货也被库里拉收入囊中 钢钩上右耳抛下鱼竿 另一根鱼竿又有鱼上钩了 这种巨型野生沼泽蓝虾一斤就能卖到上百块 在市场买到的沼泽蓝虾基本上都是人工饲养 那些也要五六十块一斤 库里拉为了捕捉这种昂贵的野生沼泽蓝虾也下了不少功夫 钓上来的虾货个头也是非常大 在越南湄公河流域里的沼泽蓝虾也是非常的多 而且个头也是非常的大 库里拉为了实现财富自由和满足自己钓鱼的乐趣 专门为钓取虾货准备好特制船只和大量的自制鱼竿 天然的沼泽蓝虾养殖场为库里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虾货 钓到足够多虾货后库里拉停止下掉 在船上准备今天的中午饭 几十只虾货就占了一大半往东 一包方便面 两根蔬菜还有一只沼泽蓝虾 就是库里拉今天中午的伙食 还准备好各种配菜和调料 天空开始乌云密布 库里拉放下窗帘防止雨水打湿船舱 往锅里倒上点油就可以开煮 钓完鱼还能在船上做起美味的野炊 确实让人羡慕 很快瞎货也被煮成了成红色 煮好瞎货后就可以将方便面放入锅里 接着就可以将各种配菜倒入锅 进行一轮翻炒后就可以直接开吃 这可能是大多数人最羡慕的钓鱼人 钓鱼的过程中还能吃上自己钓上来的野味 确实让人向往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了 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